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,我不这么认为,从小老时就叫我们唱儿歌,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,跟我一般大的孩子都会唱,可是我怎么都不会唱。 同学们还有的嘲笑我说,没妈的孩子,我是奶奶,一手带打,从来都没有感受到一点母爱,更不懂妈妈的爱,那时我是多么多么希望能和别的孩子一样啊。 奶奶很疼我,每次在我难过的时候,她总是在我身边,她会在我不开心的时候做很多很多好吃的给我,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碗开心面疙瘩糖,虽然简单,大含腐蚀,也很开胃,必大于大肉都好吃,喝完之后,感觉暖暖的,人总是要长大的,要学会坚强,独立,别跟自己过不去。 奶奶经常劝道我说,只有美食才是最实在的,最开心的,当你难过的时候,不妨也来碗这样的糖,下面就碗这个好喝,用开胃的面疙瘩糖分享给你吧,做法简单,一看就会,开心面疙瘩糖,准备食材,面粉一碗,西红柿两个,鸡蛋两个,食盐少许,味精少许,油适量,葱花少许,详细步骤, 一,奶奶给我做的这碗汤,是我喝过最好喝的汤,开了有两味,做这种汤主要是把好面割打,这个干净的盘加面粉,加一点点水喝匀,水量要一点点倒进去,翻成絮状鸡成面絮,二把西红柿切成小块,锅烧热倒入少许的油,把葱花,西红柿下锅煸炒入味,加入适量的水。 三,然后把鸡蛋刻入碗里搅在,等到锅里的汤烧开时加盐,背景,随后把面去倒就烧开的汤里,用勺子,一边搅动,一边倒面去,这样做的目的,主要防止面去在开水里结成大疙瘩,不容易消透,影响口感。 四,最后,等到汤再次烧开时,加入鸡蛋液,也是边倒鸡蛋液,边搅汤,等到完全烧开时,鸡蛋液已成漂亮的蛋花就可以了。 下面开始对开新鸭疙瘩的技术总结。 技术总结,第一,喜红柿在下锅时一定要炒一下,这样它的颜色也好看,味道会更好。 第二,做这种汤千万不能烧太稠,有一次,我烧得很稠,成粥了,喝也喝不了,只能用筷子搭着吃了。 面去在下锅时不能倒太多,要一点点倒,否则面粉会在锅里膨胀起来,你想搅都搅不动。 第三,在倒入鸡蛋液时,也是相同的方法,就是一边倒,一边搅,观察汤里的鸡蛋,成漂亮的,均匀的蛋花就可以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G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同学们,请不吝点赞订阅。 感谢观看